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回忆的常劫 显得冷清 我却在雨中 区区独行 模糊着视线 看不清醒 于是我闭上眼睛 我错过每一个好的风景 没留下多少爱的嘴 要忘记过去谈何容易 自己的悲伤说给自己 生死相依我的心 永远只为你 哪怕耗尽我一生的勇气 也许我在梦里偶尔也哭泣 醒来穿过身 悄悄地擦去 倔强的泪滴 也许我在梦里偶尔也哭泣 醒来穿过身 悄悄地擦去 倔强地擦去 倔强的泪滴 倔强的泪滴 想通求好 十万块 密码在里面 沈瑞是吧 本是小有名气的舞蹈家 我上午看到她来找你了 研究室我发现你很厉害啊 让一个女人去替你借钱 再借另外一个女人的钱 去还这个女人替你借的钱 你不是问我幸福是什么吗 这就是你能给卖清的幸福吗 一个思想龌龊的人 才会说出这么龌龊的话 我不知道我能给卖清什么 但我知道我能给卖清 永远都给不了 你都不知道卖清想要什么 你还知道什么叫幸福 一个整天拿着钱说事的人 他精神上有什么幸福可言啊 其实一大声 我有时候觉得你是个 挺可怜的人的 你脑子里整天就想着 那么几个臭钱 去占有一个女人 满足你的虚荣心 如果你想找一个贪财的女人 多的是 可卖清不是那样的人 你看错了 说完了 说完了 知道我今晚跟谁在一起吗 卖清 这也没想到吧 我估计他也不会告诉你的 你看看 你看看 对啊 我没骗你啊 对啊 这就是幸福 我跟你说 我不光今天要跟他在一起 明天跟他在一起 明天跟他在一起 后天跟他在一起 我天天都跟他在一起 慢点啊 好 素素 我已经和兰卓叔叔说好了 晚上叔叔来陪你 明天早上叔叔把你送去幼儿园 再去上课 妈妈 你不是答应我不再出差了吗 明天桑叔叔要去美国 妈妈去送送他 妈妈去送送他 真是礼貌 素素 你怎么了 我不要妈妈去接那个人 今天我不上药园了 我要妈妈在家里陪着我 素素 你不是答应妈妈要听妈妈的话吗 妈妈 素素 你怎么了 我肚子疼 肚子疼 哪儿疼啊 让妈妈看一下 吃点吗 妈妈 我想回家 什么 我想回家 回家是吗 好 好 妈妈带你回家啊 走 咱们回家 孙女 孙女 我要跟您说一声 我想跟小王调个班 跟您说一声 你这个月不是请假就是早退 现在又来调班 这样好了 你做我的职务好了 你别开玩笑了 我 我 我在做另外一个工作 我在做家教 您知道照顾小孩子 小孩子他有时候 好多时候 这样吧 下午你去财务部 把账结了吧 你呀 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你别走 您慢走 拿回去 拿回去 你怎么起来了 快屋里睡着去 其实我没有伤病 我也没有肚子疼 那你为什么要骗妈妈 我不想妈妈去接那个人 哪个人 就是那个姓桑的 就是那个姓桑的 喂 是 要什么 我要一箱啤酒 好 一箱矿泉水 您地址 成功啊 成功啊 这这么远 我们一般不送 我着急用 这样 我多给你加十块钱可以吗 我多加十块啊 那行 那给您送过去 好好好 你干嘛去用 那边要那个矿泉水和啤酒 我得给送过去 那么老远 你干嘛去也要上下坡了你 你干嘛去 再多给十块钱 咱得挣钱啊 兰卓钱咱怎么还得上啊 我走了啊 哎 肃子 怎么了 我要叔叔到妈妈房间里去睡 叔叔在这儿睡不是挺好的吧 不 妈 你去 你去 到妈妈房里去睡 快快快 有梦 等会儿 快 我去我去 去吗去吗 我去我去 叔叔 你今天就是我爸爸的房间 爸爸说 这个被子又保又舒服 那谢谢素素 素素也赶紧去睡觉吧 你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呢 我不知道 不给你 不能给你 那你把给我啊 追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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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叔叔 我来洗葡萄吧 好 好 葡萄多泡会儿水啊 好 爸 你真行啊 你真行啊 我看见一男孩子牵着小姑娘的手 我怎么看他怎么像我儿子 我就跟来了 果不其然哪 就是你小子呀 你今天不上课吗 你不是跟我说快考试了吗 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我爸爸 叫兰卓叔叔叔来照顾我的 你爸爸 你爸爸是谁啊 你又是谁啊 我爸爸是兰卓叔叔的好朋友 我叫素素 你是谁啊 你就是我妈妈 单位里那个看到门的老爷爷 对 不对吧 那个老爷爷人很好的 怎么变成熊巴巴的老头了 还听说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什么老头什么开门的 我告诉你我是他老子 爸爸爸 你别别别别别别 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说 你走开 你离开我家 你走 离开我家 我走 我走啊 安卓 你跟我一块回去 你跟我走 走啊 你回家必须跟我讲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能吐吐吐吐吐的 在外边又弄个家吧 你胡说什么 我回去再跟你说 那你回家就跟我讲清楚了 你必须跟我走 走 你看我家 走 跟你说的孩子 走 你不能那么没礼貌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是看大妈的老头子 她是叔叔的爸爸 你这小疯丫头 我告诉你 哪天我在找你算账 你泼了我一身水 你说这事 我车呢 我翻到车了 蓝卓 你快出来 我的车没了 我的车 走 我的车 我的车 我的车没了 我的车没了 我刚放在这一块锅 它就没有了 你说这怎么办 您跟踪我到这儿 你怎么不锁车呢 这包包 我的车哪有锁啊 我这车没有啊 我跟你说 我们那车上还有八箱方便面子 你说这怎么办 您别急别急 我我我帮您找 要实在找不着 我给您买辆新的 你拿什么买啊 你那钱都还账了 你那钱 赶紧快帮我找啊 我的车呢 素素 爷爷车丢了 您跟叔叔一块 帮爷爷找车好不好 大姑子 我帮您找 您您找这边 我找那边 好吧 谢谢你 希望 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告的 来 别这样 睿 你知道我心里的感受吗 我也知道你心里难过 你是不舍得我走的是吧 我们不能给自己破碎的梦呢 也不能留给自己孤独的影子 我想 你一定不会舍得 我痛苦的离去吧 那好吧 有可能的话 你随后就来美国 等过两个月 我们在美国 把一切都安顿好了 你再回来 把素素接出去 可是 姑妈 要是不答应呢 那就想办法先瞒着她吧 反正 我们把婚礼已经办了 她老人家最后一定会同意的 梅里 谢谢你 我和素素都要谢谢你 那好 那我就在纽约机场等着你 但是你要答应我 你要尽早地赶过来 好 你等着我 我会尽快安置好素素的 拿好啊二十二十五 二十五 你还差五十呢 怎么差你 你给我五十我找你二十五 我给的是一百 你还差五十块钱 你给我五十 你没得我这没有一百块 我明明给的是一百块 你肯定记错了 我这人不会赖人账的 你 什么我给你的就是一百块钱 赶紧找我五十块钱 你怎么不想理呢 谁不想理的 你怎么说话呢 我明明给的是一百块钱 你还找我二十五块 还差五十块钱 我就当五十块钱给你 你能发财啊 快点找钱 你说什么呢你 你跟着耍什么赖啊你跟着 我跟这娘们说话 关你什么事啊 你说什么啊 谁拿门了你 她娘们怎么了 我跟着谁拿门了你 你敢推我说 推你这么大 你敢推我说 推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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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钱 给你拿走 什么给我钱 这果然就是我的钱好不好 快走我走我给你钱 给你拿走 快快去 你当然能不能再 坐下 我看你 我跟着别把我才找你 你干什么 你这么大岁数也打不过人家 还追什么追啊 谁打得过人家呀 你干吗呀 什么人呢她是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没事了 没事了 谢谢啊 谢谢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伙干吗呀 咱家货呢 你不是落货去了吗 还货呢 车都丢了 车都 我回来了 宝贝 妈妈 老货 今天有没有听话呀 妈妈 今天叔叔的爸爸来了 他偏要叔叔回家 他把三轮车给弄丢了 我和叔叔到处找都没有找到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沈老师你回来了 那我回去了啊 蓝卓 等一下 我还有事要跟你说 你喝口水 你说车也丢了 货也丢了 咱们欠了这么多的债 还得给蓝卓交学费 三张嘴还得吃饭 喝什么水啊 伯月 要不然这样 这个书呢 咱不让他读了 让他回来帮咱们做生意 这都十几年了 读书就差那么一点就要考博了 这书怎么能不读呢 他读什么书啊他 他在外边给人看孩子呢 什么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看孩子 看孩子 是 我实话跟你说的 今天我经货地说 我在大马路上看着蓝卓 领着一个小女孩 卑鄙 帝特 这美国也要请函啊 在国内 我的舞蹈生涯早就结束了 最多是参加一下 团力组织的小型演出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个好机会 这 这当然是个好机会啊 多好啊 瑞姐 你应该去 你应该带上素素一块儿去 不可能啊 我想 想把素素送长托 或者 先找个人家 先寄养一下 我觉得不行 长托 寄养 这肯定不行 我跟素素相处的这段时间 我发现她真的挺离不开你的 只要你不在 她那种暴躁的情绪 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一直在犹豫着 真是良难啊 我说 好了 不说这个了 你辛苦了两天 也该回去休息了 那 我走了 来 拦筑 这是你 这个月的薪水 你拿上 咱们不是说好 说好了吗 这工资我不要了 我是用来还债的 瑞姐 那我再给你写一张解条 蓝主 你不要和瑞姐这么客气好不好 好吧 这一千块钱我不给你 单解条 你也不要心 过去休息吧 这 这当然是个很好的机会呀 幸运啊 你可以带上素素一块去呀 不可能了 我想 先给素素送成图 或者找个人家 先寄养一下 我觉得不行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真是良难啊 把素素交给我 我来照顾素素 我来照顾素素 好 跟你觉得够我 没想到你 大一天 还在arya 是阿姨 地拿我 爸 爸 爸妈 你们不是说生病了吗 我们都没病 男主啊 你爸说 你现在在给人家当保姆 是真的吗 我不是做保姆 我是做家庭教师 这家庭教师和保姆 有什么区别呀 蓝卓你现在是大学生 我们都盼着你有出息 你现在要上学 你说你现在去跟人家当保姆 这 这多丢人哪 不是 你妈问你话呢 你倒是说话呀 说呀 那你有没有跟我妈说 我为什么去当家庭教师啊 为什么呀 沈老师借了我十万块钱 让我还债 所以我答应帮她管孩子 你沈老师 就是那孩子的妈妈 帮你还债 借了你十万块 蓝卓 蓝卓 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亲家当商 我把房子卖了 我也给你还债 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当保姆好不好 不好 我已经答应她了 帮她管两个月孩子 什么 两个月 两个月 再两个月你就不读书了 我告诉你 绝对不成 就是不成 我答应她了 你答应也不成 那他妈 为什么不自己当孩子呀 你妈 这沈老师是个舞蹈演员 他收了份邀请函 要去美国做一个交流 有去美国多好的机会呀 那人家那么好心 给了我十万块钱 让我还债 我帮她管管孩子 我怎么了 我怎么就成保姆了 你真够伟大 你替人家着想啊 你都不替你妈和我着想着想呢 我们辛辛苦苦 挣了那么点钱 说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让你读书 读博士 你懂吗 我就是替你们着想 所以才不想让你们帮我还钱 我借的钱我自己去还 你自己怎么还 我挣钱我打工 我做家庭教师 我不是保姆 你说你是 你越来越不懂事了你 这孩子 不是你说这孩子 越来越 这怎么办 我跟你说啊 我去过这娘儿他们家 我知道他们家地址 要不然这样 咱俩啊 一会儿到他们家跟他出去 跟那女的说 对 把素素交给兰卓 我最放心 兰卓 是个特别好的男孩子 他心眼好 重情义 素素也愿意亲近他 那可太好了 瑞 你就快些过来吧 越快越好 一切手续 我都会替你办好的 机票我来给你订 等订好了机票 我给你打电话 梅林 我们就要见面了 你等着我 妈 我饿了 有吃都没有啊 妈 妈 爸 就这儿 走啊 干吗呀 太晚了 别去了 走啊 走 走 谁呀 兰卓他妈 我是兰卓他妈 他是我老婆 伯父 伯母 你们进来坐 进来坐 这么晚了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去给你们倒水 你别倒水了 我们不是来做客的 我们把话说完了我们就走了 对吧老婆 那您二位坐下说吧 不用 我们这么晚来 咱们也不用说一些个什么客气话了 我们就想求你答应我们一件事情 别让我们兰卓 再给你这儿当死亡丫头 行不 是啊 我们家兰卓 现在还是学生 你让他到这儿来看孩子 当保姆 这事有点不对劲吧 听说你要去美国 一去就是两个月啊 你想让我们家兰卓 给你带两个月的孩子啊 你这也够差劲的吧 是啊 我们家儿子现在是研究生 而且他以后还有考博 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们还指望着他有出息呢 伯父 伯母 你们听我说 我们家儿子不是 不 快 单忠 单忠 走 跟我回家 你跟我回家 你瞧你 你什么眼神 你想怎么着啊 你想怎么着啊你 爸我跟你说啊 我做了的决定 我不会轻易改的 你 你当你是谁啊 我是你爸 你是我儿子 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 走 马上跟我回家 我再说一遍 我做了决定的事情 我做了决定的事情 你做了决定的事情 我不会 你开他家 你走 我素素 你怎么这样做爷爷呀 赶快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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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 他要欺负我叔叔 我竟然不答应 老婆 你瞧瞧这些小公里面 兰卓带的就是这个小丫头 你真够厉害的你 白天你就喷了我一身水呀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我告诉你 你别跟我瞪眼睛 你跟我回去 走 你跟我回家 爸 你必须要跟我回家 我跟你说没过我们呀 老婆 你走 走 走 你离开我家 走 走走走 你干什么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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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的你干什么的 你干什么的 你干什么的 你干什么的你干什么的 你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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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对不起啊 我去找点衣服给您换上 不用了 你听我跟你说啊 你想出国你出你自己的呀 想让我们家兰卓给你带孩子呀 这件事情 我和他妈都不乐意啊 让我们家兰卓带这么一个小疯丫头 当男保姆 你也真想得出来啊你 咱回去 对不起 姑母 姑父 你说什么 你说扑这些 老婆也扑你干嘛 我还行 你看你这 爸 快把衣服扣上点吧 别感冒了 是是是 走走 快快点快点回家换衣服去走 走 走走 好 窦 好 好 挺 来 瑞姨 不好意思啊 我爸妈她 她们 我怎么做是不合适 你爸妈说得对 你还在上学 还有考博 我不能让素素拖累了你 做父母的心情我能明白 他们对你抱着 很大的期望 我不能 可是 素素 素素她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 我答应过你我会好好照顾她 我不会反悔的 可 可他们都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你不就去两个月吗 两个月很快就过了 我都想好了 平时每天我接送素素 那个去幼儿园 完了周六周日的时候 我就一边复习功课 一边带着她玩 准备考博 反正要是万一考不上没关系 我明天还有机会 你可不一样 出国的机会多难得 去美国 可千万不能放弃了 知道吗 蕊姐 一定一定不能放弃 莫青 你看 左边这篇文章写得真棒 是解说日本电影剑的 剑看过吧 池田敏兴导演的作品 啥文章啊 让我也看看 麦青 这不是你男朋友兰卓写的吗 是吗 这兰卓是你男朋友啊 他可真是个才子 他的文章写得太漂亮了 你俩什么时候开始的 人家都谈了大半年了 麦青蛮得多严实呀 麦青 你赶紧也拍播电影 让你们家伦主也好好给你评评我 就是啊 小玉 惠丽 总编要你们去一趟 好嘞 好嘞 知道了 喂 喂 喂 麦青啊 你看我一直忍着 不想给你打电话 我怕你听了兰卓 给人家带孩子 挺不好意思的 我呢 昨天晚上见了沈瑞那个女人 我看她挺有心眼的 也不知道她有什么目的 你看兰卓傻乎乎的 你帮阿姨啊 劝劝她 你说这 十万块钱 带两个月孩子 这世上哪儿这么不划算的事啊 十万块钱 沈瑞给了兰卓十万块钱 是 就是那个兰卓 不是把钱还给余先生了吗 就是沈瑞给她那十万块钱还的 好 伯母您先别着急 我跟兰卓谈谈 那我先挂了啊 来 麦青 喂 大声同志 你在忙吗 我想跟你见一面 咱俩真是心有灵犀啊 我现在就在你门口呢 那我马上来 好嘞 好 没问题 没问题啊 没问题 那不是 那干嘛啊 蓝卓还要还给我呢 这次是我跟你担心的 也不是蓝庄 只要你的事 在我余大善事 就没有不可以的 叔 我都给你买齐了 这个我也一直想买给你 肯定能用得上 太好了 当然能用得上 你这么对我 会把我给宠坏的啊 那你也宠一下我呗 我不要这个 我要能够天天见到你 这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答应沈瑞 给她带两个月的孩子 然后我问你呢 是不是 两个月呀 多耽误时间 你不考博了 不是 我觉得你们都 超什么级呢 我既然答应了瑞姐 这份工作 我一定把我自己的学习安排好 我一边准备考博 一边带孩子 我两边都不耽误 你们招什么急 赫赫赫 还瑞姐 瑞姐 叫得真亲切呀 她一个人跑去美国 把孩子留下 多自私的一个女人啊 是不是我妈跟你说的 那她有没有跟你说 瑞姐还帮我还了 十万块钱呢 十万块钱 还给她 把家教的事情也给辞了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啊 你是不是有找那姓余的借的 我这行得惯了 你为什么要找她借钱呢 你不知道她对你有想法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借钱 会让她觉得你们俩的关系 就是不正常的 我跟她有什么关系 我们能有什么关系 那是没关系 可你这么做就会让她认为 你们俩有关系 虽然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没错 钱是我跟她借的 但是早晚有一天 我会连本带息地还给她 这里边没有原则问题 可是沈瑞我就觉得奇怪了 她毫不犹豫地 拿出十万块钱来帮助你 她凭什么这么做呀 她丢下自己的孩子 去北京教医艺术科 就为了赚这点课施费吗 出国访问 交流 也可以带着孩子去 为什么要把素素留给你呢 韩卓 如果她真的是出国访问交流 这两个月我可以帮助你 但是她万一回不来呢 素素怎么办 你们为什么认为 她万一要回不来呢 我看过那个邀请函 就是两个月 我相信她的人格 反正你妈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来劝你 我的话你肯定会听 不是 你跟我妈出朋友 还是跟我出去 我当然跟你了 你跟我出朋友 你就得听我的 你得站在我这边啊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个知人图报的人 我就怕欠人家人情 如果我不是这样的人 你也不会喜欢我 对吗 没错 素素那么小 你不觉得她挺可怜的吗 她现在除了她妈 她唯一信任的人就是我 你作为我的女朋友 你真实笑我行不行啊 你想让我怎么支持你啊 你笑一点 把这个收起来 我喜欢你啊 你是 谁来占据了我孤寂的心 谁有着固惑人心的美丽 谁闯进了我的灵魂深处 谁抠向了我的心门 谁将我陷入天旋地转的境界 谁又将这一切全部都毁灭 突然之间感到晕眩 如羽毛般伤疼 只能屈服只能顺从 人有你摆布到底是谁 到底有谁能将我伤到 体无万物想抓住你的手 让你看看已马虎的我 突然之间感到晕眩 如羽毛般伤疼 只能屈服只能顺从 人有你摆布到底是谁 到底有谁能将我伤到 体无万物想抓住你的手 让你看看已马虎的我 感谢观看